各位同修,我们现在开始继续研究中庸。 中庸上回一张,最后有一小段,今天继续研究。 今天研究这个经文,我先把这一段念一遍。 事故居上不交,为下不卑,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武道,其末足以荣。 我们现在就念到这里。 这是接着上回啊,讲到, 《君子要尊德性而道问学》那一段。 那一段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君子,就是学中庸之道的人。 这个君子啊,要尊德性啊。 你学中庸之道,就是要学做圣人啊。 学做圣人,圣人是凭什么能够成就圣人呢? 就是要自己本性完全能够开发出来。 本性就是前面中庸开头就说, 天命之为性,就指这个性。 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有的。 所以在这里讲呢,君子尊德性啊。 那么就是要尊重自己本有的德性啊。 这是天然而有的。 你尊德性,要把这个德性开发出来。 要怎么开发呢?你要求学,要广泛地求学问。 所以接着就讲啊,儿道问学啊。 道问学就是求这个开发自己本性之道。 本性之道什么呢?就是要从学习来的。 那么这个学习,讲这个学问之道啊。 下面就解释。 智光大而尽精为,极高明而到中庸。 这个在上回就讲过了。 除此以外,要文故而知心啊。 故事,古时候的学问。 我们读圣仙书,那就是故啊。 读圣仙书是在现代的新知识。 过去的古书,圣仙书固然要读。 对现代的一切的学术知识也要了解。 所以文故而知心。 那么最后一句呢,是灯厚一冲礼啊。 灯厚,你这个学问,一天一天的在求学。 愈求愈多,愈丰富。 虽是丰富啊。 那么你这个学士的力量,培养得很厚了。 这个很厚啊,除了自己的学厚以外。 你代人呢,也要厚道代人。 这是叫灯厚。 有,以崇礼。 以崇礼。 怎么样呢? 待人。 自己的学问呢, 虽然,愈培养愈多。 呃,愈这个厚。 那么,待人呢,应该要懂得礼。 崇礼。 崇礼就是处处啊。 要讲谦卑 要讲这个礼仰 这是学中庸之道的呢 必须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的 刚才念的这个经文呢 就接着上面来讲 事故居丧而不骄傲啊 居上 居在上位的 就是做国军的人 做天资的 都是在上的 你居在上位的人呢 不能以自己骄傲 感觉自己 我这个位置这么高啊 觉得我这个位置就是这么高 我的学问呢 也高于一切了 这个要不得 不能够这样想法 那么于是在高的位置啊 于是要谦虚啊 千万不能骄傲 那么你在上位的人不骄傲的话 尾下去不背啊 这个背是当反子讲 叫反叛讲 你在上位的人 不以骄傲的待人的话 那么你的臣子在你下面一起做事情的人 他自自然然的就不会对你有什么反叛的行为 这讲一切都是由自己啊 你要在下的人不要背的话 你必须考虑到不能够骄傲 在下面就是说 国有道 其言足一行 这是啊 就这个做 这个城子的人来讲 城子无论 大臣地位有高有低的 也都是在位的人啊 那么这个 你在位的人啊 国家由道 这个 是由道之君 其言足一行啊 国家由道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君主啊 他对于人家给他的建议 他会采纳的 那么这样的话 你有说一句话出来 对于君主有什么建议的话 那么就可以啊 新国啊 新是把这国家兴盛起来 这个 这个古时候 例子很多啊 孔子那个时候 孔子以前 那么到后来 那么到后来 历代的 朝天里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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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能的臣子 遇到 明君在位的时候啊 他往往 所建议的这个政策 那么国家能够采纳了以后 这个对于国家啊 就能够一切兴盛起来 就是一言 信邦啊 就是这样 足以兴 国武道呢 其末足以戎 国家武道的时候 这个国是 国君在位 这个国君呢 他不是一个明君 是昏君 甚至是暴君 叫武道啦 那么 这个武道之君呢 你做他的臣子 你 一番好意 健义的事情 或者是他 对于他个人 有什么过失 你要规劝他 他不但不采纳 而且 还要加害于你啊 这个是很 要明了啊 比如说在殷州王的那个时候 殷州王那个朝廷里面 有邪能的臣子啊 能语上啊 就讲 因有三人也呢 三个人人呢 有人德之人 就是为子 笔干 姬子 这个三位 贤能的臣子 都是人人 都是人人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为子 去之 为子看看这个 殷州王呢 你劝他改 改去 这个 爆牛舞蹈 他不能改 正好就是去了 嗯 嗯 笔干 怎么呢 笔干 一直在 健全他 结果 遭遇到杀身之祸了 嗯 机子呢 看你这个样子 嗯 他装 装住这个这个 装疯了 疯疯癫癫癫的 就那个样子 那殷州王还把他囚禁起来 那可见的呢 那个舞蹈的混军呢 你对他不能够有任何的建议的 你说的任何好话 他认为对他不利 这个是很危险 所以要遇到国舞蹈的时候啊 其磨啊 没办法 只有 保持肩磨啊 肩是在肩口啊 把口 等于把自己嘴封起来 这是比喻的话啦 不说话就是了 磨就是 不要发表言论啊 也不要任何建议啊 建议是毫无用处的 那么这个其磨足以荣 荣是什么呢 还可以啊 在那个乱的时代里面 那个乱时代谁造成的 就是暴君造成的 暴君造成的那种乱的时代 你要是能够在那个时代 还能够勉强的能够存在下去 那么你只有磨 对磨是不要发表任何言论的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还可以 为那个时代 能够融 融就是 表示你在这个时代里啊 还有融胜之处啊 还能够融 融 融 融赖你这个在这个时代里 还能够存在下去 后面呢 指引用诗经上面的几句话 诗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其辞之未愚 Daljut 我们这个 诗曰 这个 这是从诗经里面 引用 引用出来的 他们这个 指地 是什么呢 这是 這是《記名且哲》 在詩詞裏面有《大雅》 有《小雅》有《大雅》 《大雅》裏面有《正名》這一篇詩 《記名且哲以保其身》這兩句話 就是《正名》這篇詩裏面的兩句詩 《大雅》《正名篇》 它是讚美周玄王的一篇詩 那麼這篇詩是讚美周玄王能夠任用邪能的臣子 那個邪能的臣子叫做眾山府 他任用眾山府來做他的大臣 替他辦事情 那麼《記名且哲》呢 就是你用他這個人來 那麼國家的事情 就是叫周玄王啊 周玄王有什麼事情 你要問眾山府 他懂得很明白 明白的話 辦事情就不會辦錯的 《記名且哲》 《記名且哲》 哲在這個時候 明哲在當上智子講 有智慧 又明白道理 有智慧 又有智慧 以保其身啊 保其身啊 就是我們一般人常常講 某人呢 他能夠明哲保身 我們讀書人 我們讀書人 不管你出來做事情 或是不出來做事情 都要懂得明哲保身這個道理啊 這個身體按照 這個理論上來講 這個是假的身體啊 假的身體 為什麼還要保護它呢 因為我們修聖人之道 想修聖人的 成就聖人 你拿什麼 做工具呢 我們這個身體 就是我們修道的一種工具啊 身體雖然是有死的時候 而且在死之前 這一生當中啊 在那裡隨時有很多苦惱的事情 這些苦惱的事情 都是因為這個身體而起的 所以這個身體啊 並不是個好東西 雖然不是好東西呢 那麼對於我們修道的人來講啊 那還不能不保護它呢 不保護它這個身體 所以一旦毀滅了 我們都修不成功了 那不是很願望嘛 所以我一著要修道 那麼雖然身體是假的 也要借這個假的身體啊 來修這個真的我 修借假修真呢 修真我 真我修成功啊 我們就是聖人了 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謂叫明哲保身 這句話 後來有很多人呢 不懂它原來的意義 認為某人呢 他只知道明哲保身呢 不關別人的事情呢 這是誤解 這本來的意思啊 保護這個身體 是為著要 成就自己 學生人的這個 這個目的啊 那麼這個明哲保身是必須的 不同於一般人之講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不管別人是好是不好了 這個天下藏身呢 種種的痛苦災難 我們也不管它了 我們自己能夠過得去就好 明哲保身了 這樣的解釋 當然這個把這個意思曲解了 在這裡我們要 從這個經文上講 這個詩裡面就是這裡 它能夠明哲保身 其詞只為於 把詩音裡面這兩句話 引用在這裡 引用在這裡啊 就是印證上面講的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莫足以容啊 就像眾山府那樣 在周宣王那個朝廷裡面 他可以幫助周宣王來辦很多的事情 是周家能夠一個 得到興盛 又能保護自己的這個身體 明哲保身 其詞只為於 這 引用詩的兩句話以後 那麼後面這是註解的 其詞只為於就是 指的就是上面呢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莫足以容 國無道其莫足以容 那詩講的意思就是這個 就是這樣的意 那麼這裡 這一章啊 是講完了 講完了這一章啊 我們要了解 這一章是重要的 就叫我們修中庸啊 前面講 君子尊德性而導文學了 我們自己學習 要懂得這個道理 我們要是在學校教書 或是你在政府裡面辦這個教育行政 你都要懂得這個道理 道理什麼呢 教育之道啊 最重要的是尊德性 就是叫人家了 開發自己本有的這個德性 這個本有的德性開發出來 成就聖人了 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啊 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啊 那什麼事情都能辦得到啊 這是要成就聖人 這個重要的意義啊 所以在求學的時候啊 你總得叫這個學的人 要把這個目標定在這個真德性的上面 目標定在真德性的上面呢 處處處就是自己尊重自己了 你求的學問也是為了這個來求學的 你這個學問求來的 是幫助你開發自己的德性 絕不可以把這個學問求來之後啊 來污染了這個德性 妨礙了這個德性 那就是那種學問求來的啊 沒有好處只有害處 像這些道理呢 你在學校的教書也好 你在政府裡辦教育行政也好 你都要懂得這個理了以後啊 你才把握了這個教育的原理 真正的教育的根本就在這裡 那麼知道這個根本 是曾德性而道問學 其中講的那個要至廣大而進經為 一直到你一邊求學 求學的時候你一邊還要做事情啊 因為我們現在求的中用之道這個學問啊 只要自己沒有成還沒到聖人這個境界的時候 我們學的是沒有止經的 即使沒有止經的話 我們一邊學 一邊就要在世間來用啊 學以致用啊 知道有一番這個學問 我們就知道用處一部分 用處一部分呢就是 你從事政治也好 從事教育也好 甚至於你從事任何事情 事業也好 你怎麼樣做法呢 不但是政治上就在上位啊 各行各業都有當老闆 你當老闆就是在上位啊 你當老闆就是在上位啊 你在政府的這個機關 你做個機關首長也是在上位的啊 嗯 那麼就是這麼一個講法 那反而是你做任何事情 你是一個上位的時候啊 你都不能驕傲 嗯 應該很謙卑的啊 對待一切人 對待你的屬下 嗯 那這樣呢 那這樣呢 你 在你下邊做事的人啊 一定 他是 忠心耿耿地 成真實實地啊 來幫你辦事情 絕不會有 背叛你的那個行為 嗯 嗯 那麼這個 你做任何事情呢 你要了解這個時代 古時候 是 著眼點 在君主時代 亂世是以君主造成的啊 那麼今日之下 是民主時代了 嗯 那你這麼看法呢 你要去整體的 看這個時代了 嗯 今日之下這個時代啊 那麼是 是亂 啊 是不亂 那你要看那個 在 政府裡的官員 那麼在 一般人的心裡 從這些地方看呢 嗯 在這些地方看 從政府機關到民間的 各種這個 這個團體 嗯 一切都上軌道 那就是一個 好的時代 嗯 如果一切都不上軌道 一切都亂 人與人之間呢 沒有道義 只知道爭取利害 嗯 個人為自己私人的利益 來跟人家 鬥爭 這就是亂世啊 啊 像今日之下 嗯 我們看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就都在台灣了 這個台灣這個 你看看 哪一天沒有 嗯 抢奪的事情呢 哪一天沒有殺人的事情呢 嗯 這些 你說這個 不是亂世 什麼時候啊 在這個亂世啊 你 你要見 你要勸告那些 做亂的人 你叫他不要做亂啊 你要學好了 他聽你的 他不聽你的啊 你說的一句真話 他還認為你是對他不害 對他有害的 他還想辦法來整你的 那麼在這個時代 你只有沉默啊 其莫做亦容啊 不過在這裡 跟各位說 這個莫這個字啊 他有這個 含義很廣 並不是說我們 任何言語都不說了 不是這樣 我們只關起門來 在家裡自己 什麼事不管了 這個也不對啊 我們要學孔子 孔子 各位想想 孔子在那個 春秋時代啊 他在路過 做那個 也是在位的了 可是到後來 他這個事情做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 他周遊立國之後啊 也找不到機會 來實行他這個道 那沒辦法了 後來他在文化上面 來著手 在文化怎麼著手呢 整理 武經 這個 辦教育 在孔子那個時代啊 教育是貴族教育啊 就是因為孔子 他有教育無類 任何人呢 只要成仙成仪 來向他求學的話 他就啊 教化他 就收他做弟子 不管您來學的是什麼身份 他一切不夠問題 只要願意來學 他就教 所以孔子啊 他就把貴族教育啊 改變為平民教育 這是了不起的 那麼他一方面整理文化 一方面辦理教育 他當時對於這個國家大師 他不夠問啊 國家大師比如說魯國的魯軍 來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也不講到事實上的事情 只能講為政之道 你比如說這個魯愛公文政 愛公文政的時候啊 他不講魯國當時候的那些 實際上那些政治問題 他不談啊 他只講 把政治怎麼治得好 講究半政治的這些原理原則 講這個 這就是等於說期末啊 實際上那些問題不談啊 一談的時候 就引出很多的問題出來了 所以這個我們了解 期末足以容這句話 我們學孔子呢 生在我們現在這個亂世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到學校教書吧 學校也那個那個 訂那個課程也是亂七八糟 你要當教師的話 你無論是在哪一個 哪一個等級的學校 小學中學大學 你必須按照學校的規定的 那個課程來教的 學校的課程都是 教育這個政府教育這個行政機關來規定的 你不按規定你教 你就教不下去 你就不能再教了 所以現在 你就到學校教書啊 也是很難 那個 就叫考驗個人自己的智慧了 好在現在呢 這個言論呢 還可以說的 你只要不牽涉那個 那個政治人物的那些 那些厲害上面去 你發表一般的言論 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大家呢 只可以從這一方面呢 來盡到自己的一份責任 所謂天下興亡 皮膚有責啊 我們都是皮膚啊 我們當然有責任 責任在什麼呢 要怎麼樣把這個亂世啊 讓它好起來 不要再繼續亂下去了 那麼這樣這個 你怎麼樣把這個亂世 把它改變過來呢 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用自己修道的這個行為 用自己的言論 你的言論 自己說出的言論 也許不足以說服人 你還是拿聖人的言論 用種種的方法傳播出去 你自己的修道的行為 不管現在天下滔滔啊 都是那個歇之歇見 都是那個違反人們的那些 那些罪惡的行為 天下人都是那樣做的話 我們即使修道了 我們也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 保持自己是個修道人的一個本分 第一個呢 你拿這種修道的行為 以及自己 以及自己穿布聖人的這個教化 這樣呢 我們可以啊 盡到自己一份皮膚之色 那麼這一張啊 講到這裏我們就是要修孔子 修孔子一方面自己的 拿自己的行為啊 是確確實實的保持修道人的這個 這個行為的 保持修道的人一個人格 絕不可以跟現在這個世間呢 跟他們同流合污 言論方面 我們就是用種種的方法 把聖人的言語傳播出去 這是在今天之下 還是最有效果的一種做法 下邊 是 又是另外一章了 先念這一端 子曰 余兒好自雍 賤兒好自專 煩生乎今之事 煩故之刀 如是這 栽極起身者也 也是先念這一端 子曰啊 就是子曰在這裏 又引用啊 孔子曰 孔子曰 孔子曰說來 預保自庸啊 乙是 怎麼講法 魚是魚人 魚池的人呢 他对于人世间的种种的事情 也看不明白 任何事情对于他的道理 对于这个道理也不明白 事与理都不明白 糊里糊涂的 这叫愚人 那么这个 说这个 开头就讲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一章跟前面有关系的 前面 讲到后来 其言足以兴 其末足以荣 又举出诗经里的话 既明且者 以报其身 那么这一章一开始就讲 愚而好自拥 从反面来说 愚而好自拥就不能够明哲保身了 所以 所以与前面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就讲那个愚而好自拥 我们人在世间 不问是修道 不是修道 在世间都要办事情 修道的人呢 一方面也要推积极人呢 来教化人 你从事政治 就是借这个政治啊 也是要推广 圣人的教化 那这是一定是这么做的 就是普通人不是学中庸之道的人 他在世间为了要求得自己衣食住心的所需 以及家庭里的生活所需 也得要办事情 也做事啊 所以一般的这个不学道的 他也办政治 也办种种的这个事业 就是办事情呢 他这些人呢 虽然办这些事情 办政治也好 办教育也好 他不好好的研究 圣人的这个教育 不肯研究 这些经书的时候啊 他对于世间的事情呢 不会明白 可以说就是个愚人 怎么个人是可以说愚人呢 他把事情呢 只看一面的 不能把这个事情的 这个整体的真相 他看不清楚 或者呢 他自己有成见 自己有私心在那里遮罪 不肯呢 面对啊 事实真相 那么这些人呢 这叫愚人 愚人要想办事情呢 一办案就坏了 办不成功的 这个愚人要懂得 自己要知道自己啊 不行 自己的智慧不够 学问也不丰富 那自己要虚心 要虚心请教别人 这还可以 如果说是一个愚人呢 他不把他自己 看作是个愚人 他只反而把自己 看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比别人都有能力 比别人都高明 这个什么呢 耳耗自用啊 耗自用是什么呢 不听别人的意见 别人任何好的意见 他都不能够采纳 这个有一句话 有个成语 叫刚毙自用啊 刚是自己是 自己是 那这个认为很刚强 刚毙就是顽固不化的那种程度 自用啊 自己认为自己是一切都对了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比别人呢 都好 自己想的比别人呢 都好 自己是没有智慧啊 自己是没有智慧啊 这个愚 不要说啊 好像是 好像是 现在讲 某人呢 他是个 智能低下的人 不是这个讲法 不是这个讲法 所谓于在这里讲啊 他一切都为自己 直顾自己 直顾自己私人的利益 这就是愚人 这种愚人呢 他看是看不明白的 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为自己的利益来办事啊 我们有一句俗话 说啊 利盈制魂呢 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 为了求的自己的利益啊 利益就是使利益 就是命令的利益 这个利益啊 利益着他 就使他制魂 本来他还有一点那个智慧呢 可是这个利益一蒙上心上的时候啊 把这个利子放在心里边呢 他就智慧就没有了 这个智慧啊 就变成昏制了 利益智昏 这种利益智昏的人呢 他就是学问再好 把世间的书捏得再多 他自己以为还有智慧呢 那个智慧就是不管用 那种智慧用出来的时候 不用还好 用出来的时候啊 既害别人又害自己啊 这怎么说呢 他那种为自私自利的 那种心理来办事情 就把他的智慧染污了 用那种智慧来办事的话 害得别人是好懂啊 让人家受害了 怎么害自己呢 害自己啊 无论是这个世间什么样的人 研究什么样的学问 事情有原因有结果啊 因果的道理要懂啊 他害了别人呢 自己受的什么 怎么损失呢 自己做了那些 危害人群的事情啊 造了这种罪恶啊 比如说修道了 修道的人当然不必说 他是不能修道了 就是不修道的人啊 他遭了这个罪恶啊 他堵落啊 儒家这个经典里面 讲得很和平的 顶头说 这个堵落之后 这是小人 或者是非人 小人跟非人啊 听起来好像平平淡淡的啊 实际上这个话 你往里面研究的话 非常严重 非人就是没有人格啊 他现在虽然还是个人的样子 身体还是人的身体 实际上那个心理 他的人格 早就堵落到这个 成为出生了 比出生还低下到这个 轨道里面 那个愈是严重了 所以呢就是做了那些罪恶的事情呢 害了别人呢 最重的还是害了自己 在儒家的学问讲 人情之变呢 情是情受 自己的言语行为呀 要能够辨别你的行为 是合乎不合乎人 不合乎人的话 那就是情受的行为 就是人情之变 我们一举一动啊 就在这上面辨别了 这是修道的人呢 也基本的这个修养 那么在这个鱼儿好自拥呢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偏偏呢 还要自己 要把自己的主张来用出去 自己的主张用出去 一用出去 害人又害自己 讲到这一句 修一些技术